你觉得家庭对一个人的影响大吗 几千年前有一个少年 他在家庭中饱受伤害 从小被父母弟弟打骂 虐待甚至追杀 但是这个少年非但没有被吸垮 反而打破了原生家庭的魔咒 改写了自身命运 逆袭成为一代天子 获得天下人的赞美 他是如何做到这一切的呢 人只能活一次 但一本历史却能给我们带来一千主人生 在历史时空的因果律中 我们早已被编织在了 这跨越好几千年的故事之中 并且将影响着千年以后 十季华夏风云 用新媒体为大家系统讲述世界远处 第一季共十六集 每周四十八点 在腾讯视频纪录片频道连更三集 上次我们重重说了五帝本集中的养定 讲了他改进历法 以及善良给顺的故事 那么今天我们就继续来看五帝本集 讲讲五帝中的最后一位顺帝的故事 史记载道 余顺者名曰崇华 崇华父曰古耸 古耸父曰乔牛 乔牛父曰勾望 勾望父曰靖康 靖康父曰穷产 穷产父曰帝专须 专须父曰昌义 以至顺七事矣 自从穷产以至帝顺皆微为树人 司马迁在史记中 把顺专须皇帝都归为了一家人 而从家谱来看 顺是皇帝的八世孙 大家可能发现了 司马迁每介绍一个人 都会先详细讲一遍他的家谱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其实啊 这和当时的姓名习惯有关 你会发现 这些人作为父子 名字里却没有共同的字 不像后来 比如提到刘彻 就知道他是刘家的血脉 是刘邦的后代 所以光看名字 外人没法一眼就知道 他是哪个家族的 于是司马迁才把家谱 写得这么详细 而至于为什么 那个年代的人名中 没有标记夫妻血缘的那个字 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 简单来说 那个年代 人们从母亲那里继承姓 用以区分血缘关系 避免尽亲通婚 而氏则用来标识身份 彰显地位 他们是从父亲 或者部族首领处继承的 也有些人 会在功成名就以后 根据官职 封地 甚至国号等 为自己取一个新的氏 在当时 性和氏同时存在 但又和现在的规则不同 而至于关于他们 更详细的说法 我们会在之后的某些节目中 展开聊聊 顺和前面的三弟一样 都是皇帝的后人 但因为隔了很多倍 到他这一代 已经家道中落 和普通的平民 没什么两样了 顺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爸爸 跟姚的爷爷的爸爸 是亲兄弟 所以顺和姚的血缘关系 其实非常淡 只能算是特别远房的远房亲戚 每一个能成大使者 都有个不凡的童年 但顺的不平凡 实在是太不平凡了 还记得吗 姚帝篇里说 顺父骨首丸 母银 地相傲 接欲杀顺 这是为什么呢 司马迁写道 骨首更娶妻而生相 骨首爱后妻子 常欲杀顺 原来顺的生母早亡 父亲偏爱后妈和弟弟 而三个亲人都想害死他 骨首的骨是眼盲眼瞎的意思 骨首也就是瞎了眼睛的老头 孔子后人孔安国曾认为 骨首不是真的盲人 但才这么叫他是否则他 有眼无珠 成天惦记着怎么弄死自己的儿子 就跟瞎了差不多 生活在这种地狱无视中 顺并没有被击垮 反而磨练出了顽强的意志 高尚的品德 他一只不识子道 兄弟孝慈 这里的胸应该是名字做动词 也就是对待弟弟时很有兄长的样子 顺孝敬父母 对弟弟敬兄长之道 并且一日比一日笃信恭敬 从来不肯松懈 对待家人 顺是这么做的 如果你们要害死我 我就躲起来不让你杀 如果是小惩罚 小罪过 打一巴掌踹两脚 我就留下来承受 如果你不想杀我了 有事情要我做 那么我又会立刻出现 好的父亲 顺的这些善行 如果只维持一天的话 别人可能发现不了 但是他常年累月 日日如此 就很难不被发现了 这孩子真不错 十里八乡 口耳相传 顺善良坚韧的品性 伴随着他家人的恶名 渐渐的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顺的名气越来越大 并获得了一致的好评 在史记的记载中 顺的好品德 很可能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 他并不愚孝 也即他并不任由父母宰割 而是非常有主见 在利益他 且遵守社会道德的同时 还保持了自我的主体性 其实顺的思路 是一种非常有参考价值的思考方式 我们在社会中 不一定会遇到像他这么困难的环境 但他这种处理问题的方式 说不定可以参考 那么顺是哪里人呢 根据史记记载 青年时期 顺一直活动在古九州之一的冀州 大概是山西河北一带 他曾经做过很多职业 种田捕鱼 烧制陶器 制作家具器物 甚至还经过伤 别看他转行转得挺平坦 但每一行都干得很好 足以见的 顺这个人学习能力很强 但更重要的是 他能用自己的道德品行 感染一同劳作的人 史记里写 顺耕栗山 栗山之人皆让盼 鱼雷泽 雷泽上人皆让居 桃河滨 河滨器皆不苦语 顺在栗山种地时 栗山人会彼此谦让耕地 这地你来耕种吧 在雷泽捕鱼 雷泽人便互相推让捕鱼的好位置 这里鱼多快来 在河滨烧制陶器 河滨人就都变得诚实手信 绝不生产假冒伪类产品 阿顺 这一批陶器质量很好呀 顺能通过一己之力 影响一整片土地上的人 改善自己所处的一个行业 这真的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不知道大家在生活里 有没有见过这样的人 他们可能非常开朗 整天都乐呵呵的 好像比较没心没肺 但实际上却非常有智慧 而且情商也高 见到你有困难会过来帮忙 你不开心了会主动安慰你 他可能对所在的集体 有非常强大的影响力 但却不会用地位来强迫你 而是用自己的感染力 让你愿意跟随他 其实啊 顺大概就是这样强大的人吧 史记用了另一个例子 来印证他的能力与魅力 不论是什么地方 只要顺在那儿住上一年 那儿就会聚集百姓 形成一个小村落 顺居住两年 就会发展出一个小城镇 顺如果住上三年 就要变成一座大都市 顺在三十岁的这一年 被推荐给了帝瑶 这也就跟我们上期讲的故事 介绍了 于是瑶 难以二女妻顺 以观其内 使九难于处 以观其外 这些事情 我们从瑶寻求接班人的视角 看过 但从顺的角度 还有一些不平凡的小插曲 帝瑶在重用了顺以后 曾经给他赏赐了很多礼物 什么衣服啊 琴啊 牛羊牲口啊 还给他修建了一座苍脸 也就是仓库 看来那时的天子 确实比较质朴 赏的礼物都很实用 不过 质朴归质朴 这笔礼物颇为丰厚 很快就被不怀好意的人 给垫辑上了 他们是谁呢 没错 正是顺的奇葩家人 他们非但没有因为 帝瑶的重用 而高看顺一眼 反而还对他起了杀心 想要霸展他的财产 首先出手的是顺的父亲古锤 我将带头冲锋 他命令顺去修理仓库的屋顶 仓库屋顶坏了 你快去修 等顺爬上去以后 古锤便放下一把大火 想要烧死他 不知道是不是利于熏心 他竟然顾不得会不会同时 烧掉仓库和仓库里的物资了 顺也许是多年来 与家人的斗志斗勇逃生经验 实在太过丰富 他竟然随身带了两顶斗笠 看到起火 他便展开斗笠 像打开翅膀降落伞一样 护着自己从房顶上飞下 因此保住了一命 古锤大失所望 但他很快一技不成 又生一技 无必取之 这回 是命令顺去修建水井 等到他挖开土壤 身处地下时 古锤便火同小儿子向 一起向井中填埋土壤 想要憋死他 这次顺在挖井时 就已经有了预感 所以他提前在井下挖通了一条小道 顺着逃跑了 岸上的鼓手和象 看井下没了动静 便沾沾自喜 以为终于奸济得逞 弄死了顺 大功告成 本毛者下 哥哥娶的那两个公主 还有摇刺给他的琴 就都归我了 顺来到顺的家里 想要霸占他的房子 还要抢走他的两位妻子 可椅子还没坐热 顺便看到 再度幸免于难的顺 回到家中 顺大失一惊 但却立刻演技爆发 摆出一副思念成疾的样子说 我正在思念你 思念到心痛了 顺并没有拆穿 这个心思歹毒的弟弟 反而对他说 是啊 你对我确实不错 如果欢作你是顺 经历了父亲弟弟的 两起蓄意谋杀之后 我会怎么做呢 是报复他们 还是干脆断绝关系 顺的做法是 父侍鼓手 爱地 弥谨 意思就是 非但没有追究 反而带父亲弟弟 更加恭敬 比过去更好了 这种境界 一般人确实难以做到 但顺却不是一般人 他能忍人所不忍 能忍所不能 也难怪 会成为未来的天子 就在这时 更有趣的事情来了 司马迁写道 于是姚 乃是顺五点 败官 皆致 没错 上期我们说到姚弟 让顺担任官职这件事 正是发生在 连环遇害事件之后 姚弟 见顺能够不敢孝顺 便让他去推行德行 教化天下百姓 还记得上期说的吗 顺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并成功取得了 代行天子之正的机会 其实 如果这样看来 顺对家人的宽容与善意 最后还是获得了回报的 但当然 顺不是为了追求回报 才去善待家人 而是因为善待了家人 又经过奇妙的因果 最后才获得了回报 其实 如果他为了获取名望 而故意做出道德之举 很有可能是不会成功的 当然 也可能有人会认为 顺是虚伪的 但即使他心里 可能有其他的想法 我们也可以这样想 人的行为 是他思维的结果 最能代表一个人 道德水平的 是他的选择 而不是他的话语 中国有这样一句古话 君子论记 不论心 当一个人 可以从头到尾 坚守自己的行为准则 做出的事 都是符合道德标准的事 那么 他仍然可以称得上是 有道德的人 对顺来说 父母这样的血缘 和伦理亲情 是很难被轻易斩断的 他最厉害的地方 是能够不抱怨 接受事实 并用爱和智慧 化解现实中的困境 你有没有发现 史记所记载的 和我们在不了解 他的情况下 所想象的那些 标签化的事件和人物 是不一样的 因为我们一听到 道德高尚 就很容易想到一个 标签化的形象 但史记里面这些刻画 让我们知道 大家喜欢推崇的 不是那些余孝的人 而是顺这样 既能做到孝顺 又具有智慧的人 我们继续说回物体本纪 顺通过姚的考验 获得了射行天子之证的资格 那么设政期间 他究竟做出了哪些贡献 从而彻底俘获了姚的心呢 首先第一项 看过前两期的朋友 应该猜到了 依旧是历法 顺乃在玄机玉衡 以其其正 他观测日月星辰 进一步矫正了历法 又在各地举行祭祀仪式 类于上帝 因于六宗 望于山川 便于群神 而接下来的第三部分 则是史记里写的最详细的 制定中央与地方诸侯的相处方针 某种程度上 这是一些加强了中央权力的举措 顺先做了一件很有趣的事 他收回各诸侯的瑞信 所谓瑞信 就是天子颁发给诸侯的 象征身份的信物 寓意类的东西 顺把瑞信收集上来以后 又挑了个良辰吉日 召现诸侯百官 将瑞信再次发还给了他们 谢陛下 你可能会觉得 这纯属白折腾 但这个动作是很值得玩味的 收回再发下 意味着在向诸侯强调 赐给你的东西 我随时可以下发 也随时都能收回 决定权在天子手里 现在的诸侯 将来还是不是诸侯 全都要看天子的意思 而这也就加强了中央的集权 十年二月 顺离开国都 去东方不足考察 他登上泰山 又一种名为柴的仪式 祭祀了各路天神 之后顺便接见 东方当地的诸侯官员 各位别来无恙 向他们颁布新的立法 又统一了音律和杜梁衡单位 说到这个 大家可能会想到秦始皇的 书同文车同轨 顺也不过是比他早了几千年而已 顺的政策 还有对礼节制度的改进 他将诸侯划分了五中等级 并为每个等级制定礼节 比如规定 他们各自使用什么规制的器物 面见天子时 又该分别献上什么级别的礼物 这些礼节很受古人重视 他们的出现 标志着一个时代的文明 道德开始走向成熟稳定 相反 当礼崩越坏时 也就意味着时局的动荡 制度的崩塌 这种可以被肉眼看到 时刻提醒着人们的礼节 是对等级次序的明确和巩固 中国的皇帝要穿龙袍 自称为镇 罗马天主教则严格用福色区分 教皇 红衣主教和大主教们 即便到了现在 英国首相面见羽王或者国王时 也要遵守礼节 他们需得口称 Your Majesty 并且不能背对君主 要正着进去 退着出来 顺把东方的事情安置土当以后 司马迁继续写道 五月南巡寿 八月西巡寿 十一月北巡寿 皆入出 等到东南西北都搞定了 顺回到国都 来到帝王宗庙 告诉各位祖宗 我已经巡查过天下四方了 但是仅凭这样 就能加强诸侯统治 巩固中央集权了吗 还不够 这次巡查 只是天子给诸侯做的一个榜样 诸侯还有自己的义务要做 第一年 天子巡游了各地 在接下来的四年里 诸侯们要每年进京面胜 以表示对天子的效忠 天子向他们传授治理国家的意见方针 为君者要以身作作 公开考察各地政绩 对表现好的予以奖励 并用特殊的服饰车马 来彰显其中的佼佼者 而这便是尤顺创立的 五岁一巡兽 群后四朝制度 之前皇帝虽然也常常巡视四方 但却没有形成规则制度 随着天子的统治力度越来越大 顺便再也不必像他祖爷爷皇帝那样 迁徙往来无偿处 以士兵为隐位 只是为了统治 就亲自带兵四处镇压了 除了治理诸侯 顺在其他方面也做出了不少政绩 他将全国分为了12个州 疏通了各地的河道 为朝廷提拔人才 启用了当时尚在民间的16位名士 巴元巴凯 顺还改进律法 规定刑法不能过度残忍 提出用金钱保释 或者流放之类的行为约束 来取代肉体上的酷刑 司马迁列举了一些案例 来讲述律法改革的成果 顺用流放的刑法 处置了当时的四罪 这四罪分别是 淫辟以及骄纵而邪恶的公公 违背瑶的命令 执意启用公公的欢兜 治水治了九年都没有治好的鬼 以及在江淮金州一带 为祸一方的三苗 顺将他们分别流放到了 崇山 幽灵 羽山 西戎 在那里抵御外族 教化百姓 既惩罚了罪人 竟也发展了当地民生 可以说是一举两得了 类似的顺又流放了 为祸一方的四兄 混沌 穷奇 陶悟 饕天 这四大家子竟也改头换面 重新做人了 顺的声望越来越高 在代理天子的位置上 一坐就是八年 还记得吗 第八年 退居幕后的地窑 刻然尝试 上期我们曾说 顺在地窑去世以后 和全国百姓一起扶桑三年 后来就继承了地位 可实际上 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 丧期结束以后 顺这个窑的指定继承人 并没有如约登基 他把自己的天子之位 让给了地窑的儿子丹珠 自己自躲去了南河之南 他究竟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第一层意思自然是表示谦让 丹珠是地窑的亲儿子 对于一部分人来说 尤其是地窑的亲祖 丹珠称帝的合法性 比顺更强 如果顺此时忽视丹珠 直接继位 很可能会引起这部分人的不满 这样一来 顺的压力就太大了 所以顺以退为进 谦让天子之位 给实力并不如自己的丹珠 是等待丹珠明白自己 无法坐稳天子 并主动承认顺的地位 当然退一步说 如果丹珠被天下承认为天子 那么自己其实也不一定 非要做这个天子 所以他这一步也是对自己 名望的评估 那么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呢 诸侯朝禁者不知丹珠而知顺 预送者不知丹珠而知顺 欧歌者不欧歌丹珠而欧歌顺 朝见天子的 打官司的 写赞歌的 全都不找丹珠而知顺 于是丹珠这个名义上的天子 就成了不被天下认可的空壳子 这样一段时间后 顺感慨到 天也 这也许就是天意吧 就此顺便回到了国都 见天子未焉 视为帝顺 根据实际记载 帝顺在正式即位以后 没有放松对自己的要求 依然继续为百姓和国家 做了很多史事 他进一步吸纳人才 细化官员制度 派遣每个人到合适的位置 做自己最擅长的事情 有一天 他向朝神询问道 有能奋拥美姚之逝者 使居官向士 有谁能奋发图强 践行天命 光大地姚的事业呢 博羽为司空 可美帝宫 陛下 羽这个人不错 可以担当司空一职 既然 羽如瓶水土 为事免在 顺说 好 便认明羽为司空 掌管天下土木 水利 在这段记载中 顺没有自己直接拍板 而是向群臣询问了意见 他这么做 存在两种可能 一 是顺很谦虚 他想放低姿态 以此鼓励大家畅所欲言 让朝神更有活力 二 则是这其中 可能存在一定的政治博弈 这个时候 顺即位不久 根基 事理尚不牢固 话语权也不够大 想要提拔谁 可能还是要参考 朝神的意见 但是 从最后 天下明德 皆自于帝史的 治理结果来看 帝顺并没有被人 牵着鼻子走 他应该是在 心中有数的前提下 再去和众人商议的 肯定不是像 水浒传里的宋徽宗一样 别人说什么都听 帝顺用这个方式 敲定了各个官职 除了羽以外 他让气去播种庄稼 让谢推行五轮教育 让高尧管理刑法 让锤通领天下工匠 让义治理山川胡子 让伯仪掌管祭司 让葵掌管音乐 让龙负责禁言纳戒 帝顺这么做 相当于组建了 一个出席的内阁 按照管理范畴来划分指能 这是垂直于 按地区划分的 诸侯权力体系的 诸侯们彼此独立 彼此竞争 但内阁们则各自分工 统筹合作 顺每三年考察一次 官员的政绩 做出相应的贬处 或升迁处理 从此啊 远近重工闲心 各行各业 全都十分兴盛 如果仔细看看顺的内阁的话 会发现他豪华的不得了 里面有周朝始祖 殷商始祖 还有表现最为出色的鱼 也即吓得开谷天子 他披九山 通九泽 绝九和定九州 终于把困顿天下许久 他爸爸滚 治了九年也没有治好的水患 给解决了 五迪本集的《地顺》篇中 还专门提到了顺对音乐的贡献 他认为 音乐能用来陶冶情操 磨练性情 交之子 治而温 宽而立 刚而无虐 简而无傲 你要用音乐来教育孩子们 要让他们正直且温和 宽厚又庄严 刚正但不暴虐 简朴而不俱傲 《地顺》曰 诗言义 歌长言 声一勇 律和声 八音能写 物相夺伦 神人以和 顺说 人们用诗词表达思想感情 用音乐来延长音节 畅用诗词 乐声的高低长短 要与诗词内容相契合 还要用音律来教准乐声 使他们和谐悦耳 用八种乐器来演奏音乐时 也要做到和谐共奏 互不干扰 谁能做到上述全部这些 那么他就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了 司马迁继续写道 天下明德 皆自于地始 四海之内 弦待地顺之功 为了称颂顺的恩德 魁演奏起了乐曲 九韶 就连代表祥瑞的凤凰 也被吸引了 他在空中盘旋飞舞 好像也在赞美天子的功德 这句九韶在历史上相当有语 根据伦语树尔的记载 孔子塔老人家 就曾在齐国听人演奏九韶 一曲听闭 便入迷到了三月不知肉味的地步 不图为乐之 至于思也 司马迁继续写道 顺年二时以孝文 年三时摇举之 年五时设行天子时 年五十八摇崩 年六十一代摇建地位 建地位三十九年 南巡寿 崩于仓物之隐 藏于江南九宜 世卫灵灵 帝顺去世以后 被葬在了长江以南的九仪 这个地方在湖南 大家可能听着比较陌生 但如果说到这里盛产的香飞竹的话 应该比较熟悉了 民间传说 帝顺死后 她的两位夫人鹅黄女婴一路追寻 来到了萧香水畔的九仪山 在这里 二人因为思念王夫 而泪流不止 眼泪落在主意知识上 竟然形成了斑点状的图案 于是 人们被把这种带有斑点图案的斑主 称为香飞竹或者泪竹 说来有趣 在另一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里 也有一个人跟香飞竹关系匪浅 那就是《红楼梦》里的灵妹妹了 她为了还泪来到人间 诗号叫做萧香妃子 在大观园里的住处 也是有千百干脆竹演映的萧香馆 或许在《红楼》作者心中 黛玉的一生就和俄黄女婴一样 凄美而有诗人唏嘘吧 至此 我们从皇帝登基 讲到顺帝去世 武帝的故事也就全部结束了 司马迁说 自皇帝之顺与皆同性 他认为 武帝和顺都有血缘关系 也许 中华民族最早的几位先祖 帝王 全都是一脉相承的 虽然至今为止 仍然无法从考古学上证明 他到底是对还是错 但是司马迁根据他所查阅的史料 得出这样的结论 这表示中华文明 很可能有一个共同的血脉和根源 这个结论 塑造了华夏民族的身份归属 也体现了世世代代华人的一种文化认同 当然 近来有很多人认为 炎帝皇帝这样的称呼 在历史上 并不是对应具体的某个人 而是对应一个个部族 和他的一系列首领 而包括专须 帝库 瑶 顺 甚至丹珠 在内的人物故事 其实是体现了那个年代 部落和部落之间的关系变化 也有观点提到 上古时代那些神兽 比如熊皮皮羞出户 其实是可以指 以这些动物为图腾的部落 这也是有可能的 不过我们在这里所讲的 是史记行文中 所记载的那些信息 和前面说的一样 史书并不完全等同于史实 还请大家留意 其实 比起之后的章节 武帝本纪的记载 确实有一种黄金时代的感觉 似乎有些理想化的色彩 比如 司马迁记载的武帝 几乎没有缺点 而从皇帝开始 万事万物蓬勃发展 整个华夏大帝一路上扬 虽然有自然来的天灾 但民族却越来越有凝聚力 政治也越来越清明 似乎从未回落 按照现在的眼光来看 这多少有点不合理 但有趣的是 自从这些故事开始流传后 千百年来的古人 最后都选择了相信 近代出土的《竹书经年》里 对于这段历史 有很多相反的记载 也有更加详细的细节 但它到目前为止 还未得到更广泛的认同 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专门去了解 因为我们是讲史记的节目 具体内容 这里就不展开了 我们可以看出 司马迁写的五帝本记 除了记载他考证和研究的历史 也塑造了中国人的民族认同 所以他描绘了一个 中华民族创生的黄金时代 但是即使他的目的是要根据史料 打造民族的起源 他也没有将这些近乎于 神话人物的上古先贤 写成扁平空洞的符号 其实把五帝他们写成 一个个脸谱化的偶像形态 是更加容易的 但司马迁没有这样做 而是从人性的角度来还原了他们 如果回忆一下五帝本记 重点描写的三位 皇帝 老帝 顺帝 你会发现他们的形象跃然于脑海 在我们读史记之前 很可能会觉得这三个人没什么区别 但读完五帝本记 只要一提 就知道他们各自有什么特点 分别是什么样的人 这种生动的笔触和人物刻画 正是史记的一大特点 除了人物刻画之外 司马迁也以五帝本记为起点 搭建起了他创作史记的道德框架 他不推崇口号式的道德呼吁 而是希望在保留人性的前提下 挖掘出真实和深层的道德海域 他所秉持的道德是立体的 是大写的 换句话说 司马迁有一种朴素的人文主义精神 如果继续读更多的史记 我们会发现 他的这种道德观 是贯穿于整本书的 在五帝本记 文末 司马迁写了《太史公约》 《太史公约》四个字 看过史记的人应该都了解 他不同意证文中的历史事件描述 而是司马迁 从自己立场写下了评论 被称为赞或者论赞 史记中几乎每篇都有 有时是补充说明 有时是个人砍探 这种史评形式 让史学家能在历史记述之后 将个人的评论和感慨 也单独列出来 那么我就全文念一下吧 《太史公约》 《学者多称五帝》 《尚语》 然尚书读在姚义来 而百家言皇帝 其文不雅训 《剑申先生难言之》 孔子所传 《在于问五帝德》 即帝系信 如者祸不传 于常西至空头 北过着陆 东见于海 南辅江淮 至 长老接个往往称皇帝 遥顺之处 封教顾书焉 总之 不离古文者尽事 于关春秋 国语 其发明五帝德 地系信张义 顾地俗申考 其作表现皆不虚 书缺有建议 其意乃实实 鉴于他说 非好学深思 心知其意 顾乃为 浅见广文 导演 语并论次 则其言尤雅者 顾助为本级书首 可以看出 司马迁的历史研究 主要有两种方式 一是阅读史料 对其中的信息 进行收集 整理 编写 由于父亲司马谈的影响 司马迁自用 就熟读上书 左转 国语 戏本 等古籍 二是进行实地考察 搜集疑文古事 走访信息源 获取第一手资料 再对古籍中的信息 加以考据 论证 从二十几岁起 司马迁就开始游历天下 足迹遍布中国各地 为实际的写作 打下了基础 武帝本期中 他就参考了上书 春秋 国语 武帝德 地习信等文献 整合梳理史料 又亲身去到空筒 着陆 东海 江淮等古地区 进行实地考察 最后 把史料和考察结果 结合比对 摘取最为可信的内容 写成了这篇 武帝本记 在武帝本记中 我们看到了 中华民族的黄金时代 不过 史记中的黄金时代 其实到武帝就写书了 到下一期的下本记 我们就开始能看到 更多的权谋和国益 甚至是 尔虞果诈和 勾心斗角 而这些 是人性在历史和利益面前 更加现实的演义 下本记的主角 毫无疑问是语 他本是专虚帝的亲孙子 却成了一个 亲身经历自己父亲 被天子治罪治死的青年 天下人 都认为自己的父亲该死 而他 竟然要接地这个父亲 九年没有做成 而且因此丢掉姓名的 治水任务 这颗 连顺帝都不愿意 接下的烫手山芋 最后会给他 带来毁灭性的打击 还是 无法估量的权利呢 人只能活一次 但一本历史 却能给我们带来 一千种人生 诗记华夏风云 每周四十八点 连更三季 敬请 期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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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